同志们 时间回到1949年 在1949年的5月27号上海解放了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日子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应该都要纪念一下 大上海翻身得解放的这一天 当然上海解放来之不易 也是十万大军了 血战上海 战了上海很长时间 终于打入上海 在瓷器店里面干活 但是好在5月27号这一天 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宣布投降 那上海解放了 上海的解放过程当中也非常的不容易 部队在上海军农严整 军纪严明 所以接收大上海是比较顺利的 上海的第一任市长是陈毅元帅 是吧 所以这个相应的 在接收上海之后 新华社照例要对上海解放一事进行全国性报道 所以他们把这个电文呈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工作人员呈上的电文 看到标题写的是 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 就这么几个字 但是呢 他觉得有点不妥 删掉了其中六个字 那标题就变成了 住上海解放 简洁明了 所以这个删掉伟大胜利 显示了主席的谦虚 那这短短几个字 化繁若减 举重若轻 这一段经历 确实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在上海战役的关键时刻 我们也期待着 就在这几天里面时间 在庆祝上海解放的日子里面 在重温这一篇新华社的社论 祝上海解放 这一篇新华社论